报告指出,新岁克社省、牛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以及魁北克省的医生对人口比率最高, 萨省和爱德华王子岛则最低。 在2011年,51%的本国医生为家庭医生,49%为专科医生, 而在非城市地区工作的医生也比5年前要多。 基内大健康资讯研究所认为,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, 显示城乡医生的差距正在缩小,而且不少地区都设立项目, 鼓励毕业生到郊区就业,方便了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。 尽管如此,部分地区的医疗人员短缺问题依然存在, 迫使地方医院和急诊室缩短开放时间。 此外,报告还发现,本国医生当中女性人数越来越多, 去年本国医生当中女性占了36%,比2007年大幅增长了23%。 与此同时,男性医生数量增长仅仅为9%。 在全国各省份当中,魁省和新布伦瑞克省的女性医生最多, 比率分别是42%和36%。 爱德华王子岛以及萨省和曼尼托巴省的女性医师比例最低, 分别为28%和32%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